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迥别之爱,主的话是我们生命的良,让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开启新的一天。 正确的追求 宇宙当中只有两种存在,一是造物之主,一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太多了,叫万有,造物主只有一位,人在中间既不是神,也不列在万有之中,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一方面,他是受造之物,一方面,他有神的形象,人是神创造的中心,造物之主和人的关系,是信仰,受造之物和人的关系,是生活,是世界。 生活,是方方面面的,是丰富多彩的,但是,信仰的对象,只有一位。 所以,所以,除了上帝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上帝大,还是受造物大,有法币吗? 所以,处处的,你不应该把其他的放在守卫,不应该把人放在守卫,不应该把受造之物放在守卫。 不应该把世界放在守卫。 而应该处处的,让神居守卫。 这才是和神的一种正确的关系。 宇宙当中 除了造物之主 就是受造之物 神把受造之物 都交给人来管理 交给人来享受 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人所需要的 样样神都赏赐 都预备了 人应该感恩 应该敬畏神 但是 人偏偏的背弃了 他生命的源头 背弃了万有的源头 结果呢 人一死在罪中 给他什么都是狙空 人背弃神 全都是无意义 神不救世人 人就拉倒了 神救世人 不是要给你世界 给你受造之物 而是给你他的自己 当初神创造 把受造之物给了人了 人死在罪中之后 神救罪人 不是让你升官发财 不是让你追求世界 而是让你得着主的自己 人不信耶稣 是追求世界 而蒙恩得救的人 不能追求世界 要追求主的自己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你说 光得着主自己 我吃的 喝的 怎么办 神 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你今天 得着主的自己 一切都是你的 你得不着神 得着什么 都是虚空 这个账 你别算不过来 所以 今天 你追求的目标错了 你的人生道路 就是错的 世人 是追求受造之物 不要造物之主 基督徒 要追求主的自己 不要追求其他 如果基督徒 追求其他 那和世人一样 走的路不对 今天 你缺什么 不是缺的 那个什么东西 而是缺 主的自己 王三元牧师 正道斋鞭 与大家共勉 别人 都不变 太阳 别人 乔